有些事情做越早越好 第一 你需要戒掉那些不良的操作习惯 不要再用错误的方式来操作股票 这可能会让你处于不利的位置 甚至损失资金 第二 离开你的不良交友圈 如果你身边的朋友没有正确的投资观念 可能会对你的交易产生负面影响 与那些专注于自有提升和成功的人交往 才能够激励你取得更好的成绩 最后 及早处理你的空头持仓 如果你持有空头股票 而市场走势不利 及早卖出 可能会让你避免更大的损失 同时释放你的资金以追求更好的机会 虽然这可能需要面对亏损 但长远来看 这样的决定可能会为你带来更多的利益 通过及早认识到这些问题 并采取积极的行动 投资者将能够提高你的交易效率 降低风险 并实现更好的投资结果 张雨鸣分析师在YouTube频道里面 搜索的关键是 然后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 持续来观看追踪张雨鸣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